中国城的三合粥粉面馆在2012年停时营业 今年10月底将在新的地址重新开张 新的店面会给民众带来怎样的体验呢 随记者到现场看看 在经过三年的休业后 中国城百年老店三合面馆重新开张了 据说当年孙中山先生1910年到1911年 在旧金山居住时曾在三合面馆就餐 而已经过世的被称为世界上最粗鲁服务生 老冯让餐馆名扬世界 不少老顾客很怀念在这家老店的回忆 新一老顾客的还有继承下来的移民精神 就是一个移民的精神 就是说来到这里 我们是复仇为我们的梦想去做 去努力去工作 三合洲粉面馆由于卫生部达标 防火设施陈旧 在2012年被卫生部门要求停止营业 旧金山小商业局对三合重新开张 提供支持 重新开张的饭馆保持原来的传统 但是也有新的改变 由你第一天想做生意到你找到铺位做生意之后都可以帮助 三合洲粉店正式营业时间为10月底 这家百年老店将继续为顾客提供道地的美味 新唐人记者张阳 林霄然 旧金山采访报道